面对弱农跟如瓶业者要求双周七天内道歉 双周的副总朱继中还有负责做出这份先乳研究的 名传大学副教授陈良宇 晚间接受节目访问的时候 陈良宇就强调自己的研究是没有错的 因此也不会有道歉的问题 好不容易50年了 只剩下18%的乳盐还要毁灭吗 越讲越激动 因为商业周刊的报道影响市面上牛奶的销售 也打击弱农的生计 不过商业周刊副总编在节目上澄清说 已经有和一些落农聊过 发现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们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现在听说市售鲜奶油自销 但是第一个牛奶厂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跟他们收购 有一些乳品的领导厂商 今天在媒体上面也有讲 对他们的营收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 就是他们说整个冬季本来就是会比较 这个需求比较掉下来 商周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的报道 虽然有些不周全 但绝对没有错 而另一位当事人 明传大学副教授陈良宇 也在节目上喊冤 对于大家不断批评他的检验方式 感到很无奈 但强调自己的检验绝对没有问题 对洛农要求必须在七天内道歉 陈良宇和商周的态度强硬 更认为自己绝对没有错 双方的对立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UDN TV有唱话杨连翔台北报导